我花了146元买了一个蛋 是不是大家特别好奇这个蛋长成什么样子的 其实我也很好奇哈 现在我就拿回家 妈 喂 妈你出来 这咋子 那是啥子 你看上面的字 童鸟蛋 这里面是童鸟蛋吗 对啊 童鸟蛋肯定是蛋了 一个蛋 我没看那个童鸟蛋 你打开看看 小心点点 这个蛋哈 我也是第一次见 所以我也特别好奇 这是买的个油脂哟 你要把外面那个包装打开啊 哇 好大多还有好重呢 你没骗过是个油脂那是个蛋 哇 是个金蛋 哇 啥子喜欢这么大个蛋 童鸟真的喜欢这么大个蛋 嗯 我也是第一次见 第一次看到 第一次看到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妈 你拿到你脸这看看 你脸的吗这个蛋 妈 嗯 你去吧 盛了来我们盛开看 有好多钱啊 三斤一两 这个蛋我们刚才盛了一下 三斤一两 太大了 哈哈 我说我能够蛋就大了 这还这么大的蛋 我是第一次看到 你看 这就是鸡蛋 这就是这东西蛋 这就是把这个鸡蛋的心都没带了 这一小子就成了宣明的对比 是啊 鸡蛋一小子就变小很多 反正我是第一次见哈 我不晓得朋友没有见过这种鸵鸟蛋 你放胸了吗 快进来我给你个礼物 我晓得 吃大肠 因为我昨晚上说的 我要吃大肠 那你猜错了 好好 你先把眼睛闭起来 不准偷看哈 可以睁开眼睛了 你啥子 你看看这啥子 这是我们屋里的鸡下的蛋 鸡蛋 下的最大一个 那不是救星鸡 是啊 这是我们老家的鸡下的 今天我们拿下来的 大不大吗 你这个咋子 你这个咋子 复活他 你要复活他吗 要复活一个鸡儿子出来吗 哎 你不要把蛋糕做烂了 妈妈 这个蛋的是啥子蛋 这个是鸡蛋 妈妈 我可以把我鞋给了两个弟弟看不 不行 你待会跑出去一下子摔烂了 怎么办 你可以喊他们过来看 我给他们吃鸡蛋 你猜一下这啥子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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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看见过鸡下这么大的蛋没有 我们家 巨型鸡 我们家就有一个 看 哈哈已经在后面吹牛逼了哈 这个是鸵鸟蛋 我明天给你们炒起来叫你们过来吃好不好 好 既然我们买回来了就不要浪费 大家跟我说一下鸡蛋有几种吃法是怎么吃的 可以在我评论区下面哈 大家一起讨论 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 下期见 拜拜 拜拜 今天也带了减 是